王若汤,曾任中国疾病控制中心,艾滋病控制中心研究员,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,性病艾滋病,预防控制中心信息资源是主任,中国红四代网流行病学专家,我已经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艾滋病控制中心退休15年了。 退休之前,我是艾滋病控制中心的研究员,在中国,几乎人人都多多少少听说过艾滋病,他在中国有三个阶段,第一个阶段在1980年代后期,那时候的传播已经卖吸毒,造成的交产感染为主。 从中年交界的云南瑞丽开始,吸毒者分享吸毒,用的针头针具,艾滋病在中国有了初步的传播,第二个阶段以血液传播为主,集中在以河南卫核心的中原地区,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血液污染事件,医疗仪器在采集血浆的过程中,被病毒污染,属于医院性的,事故性的传播。 有了这两次大的病毒传播阶段,艾滋病在中国广泛的人群,地域中埋下了种子,以此为基础,艾滋病在中国回归到了,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性传播形式,性传播,艾滋病最早被关注的时候,就是以性传播为主。 它是一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,在未及安全防护的男童性行为,肝胶中更容易发生感染,早期引起重视是在美国、欧洲,后来追溯到非洲,发现也存在异性间的性传播,感染比例很高。 据中国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数据显示,2005年之前,中国新大感染者病例,一直以注射毒品和血液传播途径为主。 随后,注射毒品和血液传播途径,导致的传播得到显著控制,单性传播病例却快速上升,从2006到2014年,通过同性传播的比例从2.5%增至25.8%,但到2014年,仍有66.4%为异性传播。 南非是艾滋病感染率非常高的一个国家,以一性传播为主。 曾经有位南非的大法官来中国访问,当时中国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吸毒传播,爆发性的血液污染传播。 性传播这一途径才刚刚开始,还以男同之间的性传播为主。 但是在南非,那位大法官说,一旦艾滋病从男同之间的性传播为主,这变为异性之间的性传播为主。 那么艾滋病就难以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去控制。 他还说,不管用什么办法,何种宣传,干预措施,都难以阻止了。 但也并非是彻底无法阻止,并非所有人都会感染,而是感染率会上升到一个很高的状态,然后慢慢稳定下来。 南非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,该国艾滋病的感染率已经增长到了12.57%。 2017年南非艾滋病毒感染者,达到了706万人,感染率达到了12.57%。 其中,15岁到49岁妇女的感染率最高,达到了21.17%。 童年龄段成年男性感染率约为17.98%。 从性传播这个途径来讲,艾滋病的传播也受社会文化的影响,可以说,它是由性文化决定的,如今它在中国已经突破了毒品和卖血造成的血液传播,在已经过去的这两次流行之后,就是以性传播为主了。 我们一定要阻止它进入到以性传播为主的状态,尤其是异性传播为主。 性行为是一种先天性的本能行为,通过这种途径的病毒传播一般都很难控制,只能由特定的性文化去引导,调整。 而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这样一种时代,现在很多青少年是知情分离的状态,直到艾滋病的危害和传播途径。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,并不能做到有效的防护,他们对于性的认知和实际的行为是向分离的。 在过去,无论吸毒还是满血,导致的艾滋病疫情爆发,相对都更容易被发现、控制。 比如从中缅天经上报,为一批异常的艾滋病良性病例,工作组去调查,发现是吸毒导致的,从天经武清接到异常的病例上报。 调查结果发现是陷血将是血液污染造成的,但疾控中心难以接收到以性传播为主要路径的疫情报告。 性传播是弥漫性的,温水煮青蛙式的。 所以艾滋病一旦进入到以性传播为主,就很难监控,它不会在一个时间段或一个区域突然爆发。 现在中国每年报告的新分艾滋病病例是十万例左右,虽然看似每年都差不多,但病例的总数年年上涨。 如果这个总数突破了人口的3%,截至2016年底,中国艾滋病病毒全人群感染率为0.0%哦,中国将会面临更为巨大的挑战。 甚至可以说是灾难,一些非中国家就是因为艾滋病的感染率高,甚至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,打乱了社会生活。 艾滋病有一个特点,在目前的医疗水平下,只能用药物控制,而无法完全消灭感染者体内的病毒,感染者必须终身用药。 一旦感染,病例就会增加,不像一些其他传染疾病,可以被完全治愈。 所以这会是一个温水煮青蛙式的上升。 至于应对办法,我认为就是必须要塑造一个有利于艾滋病防治,有利于掐断艾滋病传播的性文化。 比如执行合一的,安全的性观念和性行为,现在每年都有孩子进入性成熟期。 如果他们没有树立起安全的性观念,无法在性行为中保护好自己,就可能出现新的传播和感染。 因此,一定要关注青少年性健康问题,并采取有效的行动。 开放的性文化一定会导致性疾病患病率上升吗? 杀龙现场提问,现在互联网已经进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,变成一种基本的生活设施了。 网约这个事情现在变得似乎有些矛盾,在互联网上,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还很生疏,但事情又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。 请问您如何看待网约中的陌生和亲密? 王若涛,我没有研究过所谓的网约文化,我从性疾病这方面来侧面回答。 很多疾病是可以治愈的。 无论酶度,尖锐石油,令病,相对容易治好,它们的发病率远远高于艾滋病,但是只要正常用药,连续,就可以治愈。 艾滋病不一样,一旦感染上之后,目前的医疗技术下只能终身用药,用药的目的是杀死存活在细胞外的病毒,但是目前的医药无法进入到细胞内,无法杀死在细胞内存活的病毒。 所以一旦停留,细胞虐渐以后,病毒会再次扩张,血液里的病毒指标就会上升,病毒在量的浓度上升之后,就具有传染性。 所以艾滋病的问题在于无法治愈,控制困难,日本的性文化其实是比较开放的,但是在开放的性文化下,它们反而将普通性病和艾滋病的患病率,保持在绿低水平上。 也就是说,开放的性文化,并不一定会导致性疾病患病率的上升,更重要的在于安全的性行为。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讲,性牌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关系,所以我在想,当我们在传播性价值观念的时候,到底应该把什么放在第一位? 是愉悦,还是健康?是把建立一个良好的家庭,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放在第一位?还是把追求性的愉悦放在第一位? 现代时代的潮流发展很快,我也不打明白答案应该是什么。 在我年轻的那个年代,我受到的教育,是要把责任放在第一位,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。 有很多人跟我说,现在性和生育,不像以前那样紧密联系了,很少有人说发生性关系就是为了要孩子。 我的年龄和现在的年轻人差别太大了,无法了解现在年轻人的想法。 现在,我感觉性和婚姻没有必然联系,很多人不一定要婚姻,不一定要组建成一个家庭,不需要考虑个人的性行为对后代的责任。 他们可能只是要性愉悦,但即使一些年轻人的性价值观念,就是以愉悦为第一位,认为其他的婚姻、家庭、养育子女都是副产品。 我也认为性健康、性安全是不能本护士的。 新本文根据难度观察和中国红四代网,请少年全力以赴,哦,N举办的互联网下的青少年亲密关系沙龙整理。 经王若涛确认,难度观察将于近日推送刘文力教授《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教授》的分享。 他将从儿童、听少年全面性教育的角度、差数,如何塑造一种负责任、安全的信任之和价值,行为判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